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二十八集 其实她也很为难 她原本就跟容姐儿感情一般 又做不来秋娘那般软言清雀的 整个寇香院又都是明兰的耳目 只削动了容姐儿一指头 明兰就会立刻知道 打不得哄不了劝不尽 她嫌麻烦就偷了下来 谁知明兰会突然来检查 明兰淡淡道 哦 忙什么 拱红霄畅目闪烁 似是为难措子 咬着嘴唇 虽说我是个无足轻重的 但到底也是顾家的事 如今各位太太奶奶急得急 慌得慌 正日的 进进出出 我这心呀 怎么也放不下 她说不下去了 因为明兰 目光冷漠 明兰先不说话 只是以单局 免着容姐儿先出去 她慢慢地放下茶碗 清脆的笛盏 在瓷盘里 敲出声响 共一酿 果然耳聪目明 这件事 连我都插不上手 我竟不知道 你这么放心不下呢 你操心的 可真不少呀 明兰冷冷地注视她 拱红霄惶恐地站起 一旁的秋娘瞧着 也跟着站起来 明兰轻轻地收回目光 在拱秋儿的面上 溜了一圈 与其放缓 我年纪轻 也没养过孩子 原本没想这么多 几日前 我去了趟钟情伯府 去见我那小外甥女 不过五岁多点 写出来的字 说出来的话 也是很能见人的 想到庄角 小小年纪 瓷王王一般精致的小人 说话朗朗清楚 态度落落大方 有问有答 不切不交 再看看 一块九岁的绒角 明兰就一阵头痛 按照华兰的培养计划 大家闺秀五岁前后 就应该做好启蒙教育了 十岁上就可以拿出手 被相看了 到了十五岁上下 亲事就该定下了 明兰听了 当时就一阵心虚内疚 觉得容姐儿 到底不是自己生的 自己根本没想这么多 这么长远 觉得才小学二年级的孩子 再多快活两年也不打紧 完全没有预估到 形式的严峻 明兰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 我也不指着 你给我交出个 狮子歌赋的才女来 可你也不能一味疏忽 咱们这样的人家 总不好姑娘连本女戒 和规训都看不了吧 说出来平白笑话了 明兰顿了顿 放重了语气 太夫人把容姐儿 交到你手里 你也当多用些心才是 容姐儿的血液如今这样 你还有功夫管旁的鞋是吗 话说这几日子 侯府那头出了事 秋娘到还三老师 红霄却里外奔走 热闹得很 想想也正该敲打一下了 红红霄面色如土 额头浸出冷汗 这次他被训得真是一句话 也还不出口 双膝一软就跪下了 一个劲儿的认错 只承认是自己疏忽了 连来说的有几分痛快了 略列出了些这段日子的锅囊气 最后吩咐了几句 便起身回自己院子了 领到寇香院门口 却见花妈妈正领着容姐儿 站在那儿 容姐儿小小的侧抬脸 看了下明兰 咬着小嘴唇 明兰等着她 她终究没说出话来 一扭头又跑了 花妈妈瞧着容姐儿的背影 微微叹了口气 对着明兰服了服 夫人 您别往心里去 姐儿 她也不知如何说才好 我是瞧着她进府的 这些年来 唉 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可她不糊涂 她知道您带她是真好 明兰苦笑了下 其实她对了女孩儿 并不算很好 不过是怕担责任 所以责权下放 自己只尽到实时监督的义务罢了 有时候她甚至很清醒 容姐儿一直疏远借对着自己 若她真的来亲近自己 自己又该如何对待着孩子呢 这年代的孩子早熟 八九岁的女孩儿 其实大多也都知道了 何况人家亲妈还活好好的呢 明兰要是上赶着表现温戏府为个母爱 还当她对取代她母亲位置很有兴趣呢 明兰无奈地长呼了口气 她的母爱本就不充沛 这些年早已预知给华兰和海市的孩子了 那几个胖嘟嘟的可爱娃娃 会甜甜地叫她 软软地来搂她脖子 还满身奶香的扑腾着来亲她脸颊 明兰一想起他们来 就一阵窝心的柔软 喜欢得要命 至于满身棱角的绒角 明兰觉得自己相处无能 想她的生活已经充满自己的挑战性了 不需要再自找难题 但求好好照顾她 问心无愧就是了 对这个孩子喜欢不起来 她也没办法 感情又不是自来水 想开就开 说有就有 好吧 她的确是个自私的人 反省完毕 训好小妾 关心完老公的飞黄身女 生活还要继续 侯府那边 虽不怎么再来纠缠 但事态却越来越严重了 来发问的使者越来越不客气 频率也越来越密集 到了五月底时 大理寺索性把人提去私洋的审问 顾廷样和顾廷爹兄弟俩被问完后放回来 脸色清白 六月初二 刘震杰亲自带了一对敬畏 把四老太爷和顾廷炳父子俩带走了 四老太太和炳大太太炳二太太就去质问五房的兄弟俩当初在里头都说了什么 是不是把罪责都推到四房头上了 羽人们越说越激动 当下就骂了出来 最后口角引发拳脚 闹得甚是厉害 据说在混乱中 顾廷样的脸 不知被谁的指角划破了 鲜血之躺 一段日子没法见人了 如今正躲在家里养伤 五老太爷的胡须也被拽掉了半层 收到这个消息时 顾廷夜只弯曲了下唇角 讥讽地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然之后 顾廷伟也被带走了 隔了一日 侯府使人来请顾廷夜夫妇过去一趟 来的是少夫人身边的妈妈 往宁远侯府去的路上 明兰心下坠坠 这就好比不肯借给人家应急钱 还要上门去看戏 那边都被逮进去三个了 他们夫妻俩还这么大摇大摆的去 保不齐会被暴揍一顿 明兰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 再掠掀一封帘子 去瞧较前行马的顾廷夜 身形高大 赫室老行 明兰安心的放下车帘 这哥们儿看着 具有安全感 仙宁堂里一片愁云惨物 顾府中人齐坐一趟 脸色苍白的顾廷玉高坐上手 流行冲冲的上夫人正端着一碗东西 站在他身旁 自下就坐着满面愁容的太夫人 男女分坐仰庞 众人肃穆以待 倒有几分黑社会开堂口的意思 四老太太低调的沾着一碗茶 低头不知在想什么 丙二太太的样子十分害人 双眼红肿 咬塞怒目 神情满是怨毒 狠狠的蹬着侧边的五房婆媳三人 样大太太是坐小福利惯了 倒没觉得什么 只削把头低下 别人说什么 她都能忍下 可五老太太和第二太太 却被刀砍针扎一般的目光 看得浑身不自在 先那太太和朱氏坐在一起 正伴服着她亲身的抚慰 朱氏神色哀奇 一直轻轻抽气着 逼在她身边 对面便坐着顾府的男人们 四房只有顾天仙一人 五房到父子三人聚在 都是面色发沉 神情凝重 偌大的厅堂 这许多人竟没什么声响 只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味 趁着外头一路而来的 了落庭院 这往日车水马龙 一厢并饮的宁远侯府 愈发显得冷清 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寥 轻轻的渗入击鼓 直到顾亭业和明兰坐定了 厅堂里依旧没什么人说话 众人都瞧着上手的顾亭玉 私在等她说话 可偏偏这会儿顾亭玉有些气节 不住的低声的咳嗽 少夫人心疼如酒 服侍她慢慢的喝着汤药 旁人不说话 顾亭玉自也不会先开口 只淡淡看着手中一盏 三月桃柳的粉彩茶碗 碗盖翻覆在窄言 清脆坐下 明兰坐下后 瞧着身旁的猪士 形容憔悴 皮色腊黄 两边的颧骨微怂起来 面颊却有些浮肿 明兰又记得 她当初的俏里芳华 不由得大吃一惊 她定力不够 坐不到而装作没看见 便忍不住道 你 你也别太小心了 这般不当心身子 回头三爷回来了 可怎么好 猪士 未往上涌 哽咽道 也不知 她能不能回来 说着便扑在 轩大太太身上 低声哭了起来 轩大太太一边拍着她 一边对着明兰 低声道 你不知道 就在前日 大夫刚诊出 她已有两个月的身子了 明兰 也正尴尬 此情此景 她不知该不该说 恭喜恭喜 含糊的念如几句 回头 给你送些 不养的药材来 之类的 还没等她说完 朱氏 也从轩大太太怀里 猛的抬身 挣扎着起来 泪眼婆娑的 要下跪 我求求二哥了 不论一往如何 她 她到底是二哥的 敌心兄弟呀 你如何能眼睁睁的 瞧着不怪 也不知这两日 她在那阴王帝界里 到底如何了 说着 哭得愈发厉害 顾廷夜 思早调到会有这一问 微微请了下身子 定位不必着急 前日我一知道这事 便立即去大理寺 打探消息了 怎么说 太夫人不知什么时候 抬起头了 焦急的问道 顾廷夜 按手 亦是恭敬 也不是焦紧的 不过是从别处搜出了几封信 上头有遇迟清告的 宁远侯 引先盖出 这句话 把全省灌注 给丈夫服药的少夫人也惊着了 应见 不不 这几年里大哥 一直缠绵并叹 寻常连远 走一走 都是不意的 如何会 他指着话语 眼神 转向派夫人 嘴唇 不住的颤抖 顾廷夜 强忍着气喘 抬起头来 恰好和顾廷夜的目光对上 那样镇定有力 充满生命力 他心头一阵老路 更咳嗽的厉害了 顾廷夜 收回目光 继续道 大理寺的几位大人 细细盘问一番之后 才知道 大哥这几年 一直在养病 一应数五 都是三弟在管 这才把三弟 叫去问了话的 朱氏听得发症 急急道 那 你三弟他 他就长一遍 去一遍要求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计时收听 是什么 是什么 爱的亲爱的 당신 Shepherd